一首本地民谣把宁静的村落变得热络起来 这是兰匹尼扎木喜村 村民在慈祭志工的邀约下陆续来到读书会现场 我们现在人在尼泊尔的扎木西村 那今天慈祭的志工要约到近200多人来参加这个扎木西村的读书会 事封尼泊尼扎的语迹呢 大家现在还可以看到到现场 还是一群人围在这个棚子内 新志工在分享慈祭的一个理念 我们是分成三队 那每一组里面有实际人跟村里的人 可以说是100%都答应会来 可以说在一分钟里面他都可以跟你答应了 很容易 很容易邀约 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邀约的时候 可能有人看到你远远来 他们就会把门关上了 很多都会拒绝你 昨天我来呢 我本来一直在担心 六点了还没有开始 你们要邀到几点 哪里知道啊 在这么短时间就邀到了 不以别的生命滋养自己的生命 除了心灵饗宴 志工也端出了热腾腾的素食 那时部分村民在志工的带动下 处理为全村人民准备的 蜘蛛的笑容挂在脸上 让质朴的心灵开着美丽的花 蜘蛛的志工 李香 王贵婉 杨文婷 尼波尔蓝皮尼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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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